了 喂 很醜啊 哇 夠力哦這個 我覺得馬來西亞空氣真的很差 我不懂我可不可以成功 很神奇的是我用到第二第三天 我竟然就沒有再打壓器了 別的缺點呢 有 這邊有一盞燈 兩盞燈還有一個反光板 難怪我眼睛這樣通啊 不然你要怎樣哦 重來 嗨我是可恩 OK現在開始之前跟我大力的吸一口氣 我覺得馬來西亞空氣真的很差 所以今天呢要來開箱的哦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家裡面一定要有的一個東西 就是 空氣進化器 這個就是我在Shopee挖到的寶 第三聲 Lu Lulu Core300S 這個419塊就買到了 Lu 喂 很醜啊 讲到空气进化器啦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就是Dyson啊 小米啊 最多就是躲一个LG这样子 The Word其实很出名 只是没有人懂 它是美国排行第一的空气进化器品牌 玩玩啊你以为 其实之前我已经听过这一台了的 但是因为它是美国产品嘛 美国产品都是在Amazon上面卖的 但是它现在终于进来马来西亚了 大家给我刷Shopee的时候 我刷到The Word在Shopee Mall 开了官方旗舰店 它是官方Mall啊 不是普通Seller卖的那种水货啊 所以是100%正品 重点哦 这台Cosan by X只要卖419块吧 所以必须必须给你们开箱一下 今天这个影片呢 它的开箱部分我就会提到 它的外形 它潮不潮 它的过滤方式 它的滤网种类 还有它的房间覆盖范围 然后还要进行过滤大挑战 然后再加一个星期的使用报告 算是非常完整的 大家记得看到最后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OK 现在我们下来开箱 开箱的部分呢 全部在上面的 全部的button都很清楚 写在这边了啦 它是touchscreen的 中间按一下就开箱 旁边timer slip mode 风扇123度 auto模式 关掉screen 还有超log 其实蛮明显的 这个logo 一看就懂是什么功能了的 其实外形上面我觉得它是蛮简单美的 它就是白白色 然后一个圆筒形 然后分成两个部分 下面洞洞这边就是吸 吸入那种肮脏的东西 然后这边过滤过滤 上面这边就是触 触一个清新的空气给你们 而且重点它一点都不重 你知道吗 我很轻松就抬起来了 有吗? 射起来吗? 很重 有吗? 有吗? 有哦有哦 一开机之后 其实它就自己开始运作了的 怎样知道你现在空气好不好呢 你就看这个蓝色圆圈 蓝色就代表good 青色代表不是很good 橙色就是bad 红色就是very bad 那这台东西的过滤方式 就是通过三层的过滤层 1 pre-filter 是拿来过滤大颗的灰层 比如头发啊 狗毛毛毛 毛线 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第二层 HEPA滤网 HEPA应该蛮多人听过的哦 就是一种可以滤掉空间 空气中的小细菌 美菌 灰尘 尘马 总之小小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种 微米空气 污染物啊 它都可以过滤掉 而且是过滤到99.97%的程度啊 第三层 活性碳 就是可以拿来消除异味 烟味的一个过滤层 这三个空气层哦 加在一起哦 就是可以把那种肮脏的东西 trap在里面给它出不来 然后它消掉异味 然后再出来一个清新的空气 那它其实也是有个缺点的 呃其实也不是很算缺点啦 就是上面这部分它只是秀颜色嘛 它是没有树木质的 所以你只知道你的空气不好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空气有机不好 所以我是建议下载APP 它的APP叫做VSYNC 连接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当场看到目前的空气指数 Indoor PM 2.5 看到吗 SUN VERY GOOD 就是代表我客厅现在空气很好 那如果有污染物的话 这个树木就会飙上去 然后里面你还可以设时间啊 几次开几次关 风扇强弱度 Auto Low Medium High 或者是slip mood 你还可以看到filter的寿命剩多少 还有这个voice command 所以可以连接Alexa或者是Google 然后你用语音去跟它讲话 测试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咯 这个Levox 300S到底是不是可以改善掉空气 来 想猜 080的小涂架 这个是我们热肠都会用到的 每一天都要喷的啊 噢 它非常敏感 它现在指数哦 它直接飙上去橙色代表这个是 不成健康的指数 但是你看它进化非常快 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代表它现在已经进化完成了 消毒枪没毛病 进阶版loose powder 这种我就是模拟一下 平时你们在家里面用baby powder啊 或者harespray啊 那种粉状物东西的时候的样子 哇 够力哦这个 蛤 几七门毛病则孝解诱 这比lose powder是很够力的 但是我发现它进化的那个速度 真的是很快 它冲到百多 直接下回22 有没有觉得 它一下就可以把附近的东西进化完成了 粉犬没毛病 各位观众 终极猛戏 火柴 OK 这火柴是很够力的 我不认我可不可以成功 哇很臭的这个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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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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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了红色了 这瓶火柴到底有多不好 但是它比刚才那种粉状哦 更加难过滤干净 因为它接下来比较慢咯 这瓶这个有害物质 是多么的够力啊 够力啊 不要用这样的火柴 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 啊 我这个火柴不好啊 抽烟的更够力啊 所以抽烟 不要用火柴 不要用来 喂 这样听起来 大家都没毛病 所以今天开始 我就会把它连续七天 放在我的睡房 就是说连续七天 然后我都开着它的 在一个礼拜之后咯 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OK Bye 今天是我使用Levo 300S的第八天油吧 它已经连续八天都在做工 连续八天都在进化我房间的空气 这整八天的使用感想就是 诶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咧 先说明啊 419块的空气进化器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很高 expectation的 我是在想因为我鼻子敏感嘛 如果空气可以改善一下 这样我是不是会好一点 而且我之前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空气进化器咧 事实证明 是需要的 不是每一个空气进化器 都可以拿到抗鼻敏感认证的啊 是很不容易拿到的 但是这一台 它就拿到 欧洲过敏研究中心的 ECAV Certified 是有效对抗鼻敏感的 而且它可以消除 99.99的细菌 加上H1M1 真实例子啊 我这整个星期都是set schedule 就是早上7点这样子开到 我大概起床的时间 10点11点 然后晚上10点再开到第二天早上 我是属于早上会打气 会鼻敏感 鼻塞的那种人 很神奇的是 我用到第二第三天哦 我竟然就没有再打气了 我不懂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啦 意思就是 不一定我们一用了 这个空气进化器 我们的鼻子就马上好像吃好鲜蛋 这样子不敏感 不是 因为我们还是会出门 我们还是会接触到那种 安脏的空气的嘛 但是单单在空气进化的一部分 我对它其实是还蛮满意的 419块的价格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化效果 我自己觉得蛮性价比了啦 至于进化的声音 到底会不会吵到我睡觉呢 其实如果我是放在睡房的话啦 我开到medium的话 基本上就有点大声了 如果我开到high的话 是更加大声的 但是我放在房间 我最最最最多是开到low罢了 low其实是没什么听到声音的 但是到零岁前 我会autoset成slip mode 这样slip mode是很鬼死安静的 它只有24dB 开了好像没有开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不会吵到我睡觉 而且我是会把显示灯关掉的 这样子睡觉就不会吃眼睛 这样如果你是放客厅的话 我也是试过了啦 开到medium其实也不是很听得到 但是通常放客厅 我是直接放auto的啦 那它还有什么别的缺点呢 有 如果你的家很大 你打算把它放在很大的客厅里面 它不适合 官方建议是放在215sqft的地方用 像是我的客厅是比较小嘛 200多sqft的话OK 房间很OK 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打算用在一个 比较大的客厅用的话 等于买了一个寂寞 我是不建议啊 另外我还发现 Levoi的这个滤网是有4种选择 都可以在Shopee Lazada买到 就是白色黄色青色还有浅青色 就是根据你家的情况自己决定 第一种是Original的 适合过敏灰尘有异味 第二种就是宠物专用滤网 专门针对有养动物的 它是可以过滤花粉皮屑宠物味道的 第三种就是毒素过滤网 最适合就是清除烟埋 飞气还有COV 第四种就是 黴菌滤网 适合清除包子 细菌生长 我已经去Buck过价钱了 最便宜是99块 最贵也是109块罢了啦 但是它买的时候 就已经附送了一个Original的滤网 所以过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才自己买 好啦这个就是我的大概8天的使用报告 其实总的来讲 我是觉得满满意一下的 最喜欢的就是可以用App控制 然后还有就是颜值其实蛮高 有时候我放在客厅 我远远看一下 我觉得 不给赖 而且因为它现在来马来西亚了嘛 就可以在Shopee 拿早上买到 不用像之前这样去到Amazon买 它的原价其实是659块的 但是在10月7号到10月13号这7天里面 它会变成一个Promo Price 就是469 然后你再用我的Promo Code扣50块 就会变成419就可以带回家了 但是过了这7天 它就会变回原价 这样如果你的Budget是没有这样多的话 你可以选Levoid 300 300跟300 唯一的差别就是300是没有办法用App控制的 如果你是觉得你不喜欢App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选300 那Levoid 300也是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 扣50块的 扣出来价钱就是349块就买到了 还要送多一个白色或者是青色的绿网 想买的话记得点我Caption的Link 记得扣50块 不拿白不拿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下次再介绍大家一些很好用的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